为了与工商团体就劳基法缩短工时的议题取得共识 今天劳动部长陈雄文一约拜会了工商团体 就谈性工时进行讨论 不过正当加薪司法吵得沸沸扬扬的时候 却发生了劳动部长的公务车遭窃的情况 也不免让人有些瞎想 我坐了不少坐车这倒是没错 因为这是第一次车子被偷没错 只能尴尬苦笑 自己的坐车成为小偷下手目标 让劳动部长陈雄文有些傻眼 不过工时更重要 陈雄文下午还是一约拜会工商团体 希望在弹性工时区块取得工时 我们知道我们原来现在是两周八十四小时 现在我们希望修成一周四十小时 那么当然工总他们也不反对 但是他们希望有一点弹性 希望修成两周八十小时 那这个事实上大家对总时数 是没有什么差别 他们希望在用人的时候有更多的弹性 目前行政院版的劳基法修正案 希望将加班时数的上限 从原定的四十六小时增加为上限 每个月五十四小时 而法定工时方面则由现行双周八十四小时 降到每周的四十小时 希望缩断劳工工作时数 劳动部官员表示 劳工反映加班时数上限条太高 有时很难拒绝雇主加班要求 必须顾虑劳工过劳现象 自方者认为行政院版的规定 难以因应及单的需求 不过显然双方各说各话 难有共识 共识就是大家共同来努力的 没有达成说一定要怎么样 那我们现在也认识 知道了 这个一周四十小时的工作时数 是很难再有改变 调整的加班时数 我们也希望一周六十小时 面对劳资双方夹击 行政院态度相当审慎 请助劳动部长陈雄文 与工商团体沟通 但并未作出任何具体承诺 目前预定 政院版条文 二十三号经行政院院会通过之后 将送立法院审议 与其他劳机法修正版本并按审查 下电视高建伦沈维彤 台湾台北报道